連花颱風近逼 宜蘭烏石港的海浪 不斷衝打岸邊 捲起的浪高將近1公尺 現在下海是不能下海的 不能下去了嗎 還是可以下去 還是可以啊 我們就自己去找宜蘭 海巡人員不斷在岸邊巡邏 就是擔心遊客不小心 越過警戒線 會被海浪捲走 你們知道今天颱風有要來嗎 知道啊 那是從哪邊過來這邊玩的 那會不會覺得有點失望 有啊 超失望的 是喔 對啊 只能玩那邊而已 同樣覺得掃興的 還有漁民擔心海浪過大 出海捕魚危險 紛紛將船開回南方澳的漁港 綁上繩索固定在岸邊 受到連花颱風影響的 還有台東熱氣球嘉年華 6號下午宣布 即刻起活動暫停兩天 9號後是否照常舉行 則等到前一天中午公布 而宜蘭同案節暫時不受到影響 等到陸上警報發布後 才會有相關防台措施 至於花蓮的夏令音樂會 活動目前繼續進行 但防台措施已經開始起跑 舞台大型看板都加強固定 一旦陸上台風警報發布 在兩小時以內都可以 把上面的一些看板跟布幕 都可以拆卸下來 農民朋友也在颱風來臨前 趕快將稻子割一割 這人說掛不完 掛不完 掛不完喔 大家說因為風台要唱掛 現在都在唱掛 就是這樣啊 防台大作戰 農民搶割稻子 樂園業者將看板固定 海巡人員則不斷在海邊巡邏 大家震戰盡盡 就是希望連花颱風 所造成的傷害可以降到最低 記者綜合報導